所以我举一个例子 外资要来建一座厂 外资要来发展一块土地 比如说边加兰 要建那个石化厂 或者是彭文宗 关丹莱纳西土堂 要做那个什么环境评估报告 这个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要委任专业的工资去做 然后乌统国阵的议员 国阵的成长 就成立这样的一个公司 然后撒下这个环境评估报告 这国阵 我就赚钱了 赚钱以后各位 你认为这个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会是中立的吗 它影响很安全的 Line-up很安全的 边加完石化厂也很安全的 因为是国阵的人 自己专业的工资 他怎么会讲那个 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不安全之类 三点拍出来 第一国家的钱 因为是很苦败 第二 那个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没有诚实的交代 对环境 对人民健康所造成的危害 这是对人民最大的一个危险 各位 如果我们去查一下 威家讲说部长的权 他是有一件工资 他最讲啊 那这公资做的一件物 就是环境评估 评估报告的证明 去查一下 没有骗评 所以这当然是合法吧 但是合法 不是合理 合法不一定是合理的 合法不一定是对人民有利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要换政府 真的就是要下定决心换政府 今天如果你们知道吗 他说在台湾在中国在欧洲 在美国留学的马来西亚阶层 为了要投票都特地买机票赶回来 我没有一次看到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马来西亚各阶层都在反 都在改朝犯犯 我以前写文章 演讲我常常会很失望 为什么失望 而且起高和广 没有人认为你应该 没有人很少人认为反正是对的 今天你很反正 你很急缓 但是今天过去两年的 我们看到出家人散出来了 我们看到神父牧师散出来了 今天我们看到 歌星也散出来了 马来西亚的歌星 彼恒啊 音乐的管理员啊 甚至在新加坡开心的正行情 知道吗 这您名字 他也散出来了 然后前几年能看到吗 佛教团体也在报纸上刊登广告 虽然他没有明讲 但是很明显那个广告就是要改朝犯犯 没有从来过去这么多年我经历的大姐 没有一次看到各大民族 而且是各个不同领域的人都提出要改朝犯犯 所以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一定是假定决定要改朝犯犯 但是我们的身 周围我们的身边 可能还有一些朋友 亲戚还没有假定决定 我们叫求你显明 对不对 中间显明 所以最重要是各位 身兼重恶 要去跟他们讲解 所以今天我来对演讲 跟大家演讲 大家 我现在大家已经假定决定了 大家也很明白了 为什么我们来讲 要讲就是要让大家帮助我们 把我们所传达的信息 传达给今天没有来的人 对不对 我们大家出一份力 有钱的出钱 可以讲话都可以讲话 然后我们回去 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我们 不要再给国家你恐吓 怎么回教国 回教党竞选的议席都不超过三分之一 修改建法要三分之二 你怎么去改建法 变成回教国 然后你以为 回教党一定会赢完了吗 不可能嘛 等于有些国家就赢回去嘛 对不对 然后你以为共生党里面的马来人都要回教国 拜托不是 然后回教党今天 他一个厨房条 并且他一旦有一级 他是一个基督徒 你现在看到回教党的改建 回教党今天派出22个女性国会议 在很多人政治里面 回教党哪里 性别歧视了 对女性性别歧视了 过去他没有什么女性候选 这一次22个女性候选 比民主行动党的女性候选 还要多 那么他可以派出一个华人记住 我们来带着他进去安装 整个国家改变 政党也会改变 而政党改变 是我们促死政党改变 所以不只在国政看到人民的一样 也在明年看到人民的一样 所以如果我们 放政府 你怕明年做得不好 怕什么 56年的国政这么烂 明年还可以去国政这么烂吗 不会 那如果明年做得不好 以我们的能力 可以推翻56年的执政党 我们还没怕推翻不了5年的明年吗 对马来人的一切 所以马来人都要回教育 我在像京兴大学教师 马来学生 我可以告诉你 今年的所谓京兴马来文 比我们很多华人觉得更加才棒 更加疑惑 我第一天上课的时候 我上课的讲课 我班上有几个马来西亚学生 然后因为我们这种 生活在马来西亚的 科研文化 或者习惯 会踏一两句马来话 对不对 阿拉 然后我去看到一个马来西亚 学生 就叫他讲 OK 所以你明白吗 所以你明白吗 你知道吗 马来西亚生活 讲话吗 不是每个马来西亚 不是每个马来西亚 我很惊讶 并不是每个马来西亚都懂马来话的 我很惊讶 但是真是 我们工作在里面 因为很多马来西亚 有我们更希望 有我们更开放 他们怎么会要穿吃法 他们怎么会支持回教堂 我最重要再给马华手下 马华 我这个宣传 在马来人社会里面 讲明年独胜 就是明记讲运 关于做手下 马来人完蛋 在华文报声广告 明年独胜 是回教掌 主席哈迪阿旺做手下 马来人完蛋 两个摆在一起 请问到底是谁做手下 你同样是国政讲两种话 这个不是盲分吗 那明年很逸致啊 明年的共识 这个执政的话 阿里华当首相啊 他什么做过副首相 做过财政部长 但是财政部长 都曾经被国际票点 为最佳财政部长 他没有能力管好这个国家吗 明年里面这么多专业人士 这么多专家有政治学者 有法学者 有经济学家 没有能力自表这个国家吗 他的能力远远超越我们 必须要看别的 这位 我们在西方上 我以前在外国当帝国 以前我做一个官员去大学 造成企业 但我这时候念到国术犯人 他一直讲文化 已经有二十国人群一样 回教国 他华 华国在里面 要华人代表他 所以 所以这个政党 这个执政联盟 没有进步 所以是要听一下 明年的周武大臣 明年的一场讲话 你马上就会看到 我们讲嘛 旁家必出手 便知有没有 郑丧卿 刚才演讲的内容 远远比魏家讲好多多 我演演比蔡经理好多多 演演比以前的黄家庭好多多 对不对 对 就算 我现在的演讲 我都是政客户 我都讲的 比魏家讲有没有 对不对 对 所以 我们对国政 还可以有什么期待 没有的期待 家庭结束 拜托各位长辈 我一个年轻人 一个晚辈来队 从九国赶下来 我的家庭法属 就是为了拜托各位 一定要赶朝奔赛 有没有年轻人 且我的孩子 我两个孩子 许个更美好的国家 更新的未来 更丰富 更能够安心乐业的国家 各位 有没有 明天早上我要赶予几个国 我还要回大学交资 那我在中国出零大学 要给你们 以传播席当讲师 我们这样子 做了一个知识分子的 一大学讲师 在办公室里面 吹冷气 开电脑 看Facebook 看报纸 看书 有文章 书书书书书 新嘴到哪 得非常辛苦 不连大贴导 从优惑我赶出来 然后明天大贴导 要你去上班 为什么 这样 让我刚才 帮哥就讲 求我从1995年 二十多岁 就开始 为行动党 为公正党 还有回教党赛考 1995年大选 在学科姆 然后一起站台 到当时的奉争 公正党候选 上一期末我一站台打成一打房价帝 但是到现在 这个中年四十多岁 我还是在这站台 但是我必须感受 我还是一个教书的大学家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土贵 明年或者会当时的反对打站台 因为我们相信 马来西亚必须要有更好的时间 必须要有更好更廉洁的政府 今天我们从我总部以来 经历了1990年 1995、1999、2008到2013年的大选 我这个年龄 也没有耐心再等下去 这一届的大选 是我们唯一的一次 最好的时机改朝换战 不只是唯一的一次最好的时机 不只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次 如果这一次 我们不能够成功的推翻国阵的话 下一件很难 为什么很难 因为如果国阵继续执政 跟你来讲的法律 八年需要出改 又要重新划分选区 如果让国阵继续执政 他肯定会把这个选区 划分得对国阵努力 所以下一次大选 你要再推翻国阵 但是现在难上加 我们这一次是最好的时机 为什么 1990年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 推动两件事 但是马来西亚社会 并没有相信的支持这个换战 到了1990年 安华离开 被开除 被马哈佑得治以后 八十六位摩摩基以后 到1990年大选 马来西亚社群反风很胜 但是华人社会 跟印度人社会 却没有相信的支持 但是14年后的今天 各位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今天政府反风 已经是各民族一起要换政府 而且是各个领域的 各民族的朋友 都要一起换政府 各位 我今年十八月从台湾 接完我的博士的课程回来 然后还在买课程的时候 在英国去建工出门 老大本地 老大本地的时候 我拿我的会 成机会跟德智师弟谈政治 因为要拉起来 就了解掉他们怎么讲 如果他们是亲国政的 就要替他们转一转 转来亲民的 所以我怕的德智 各位几乎都是在骂政府 包括很多位德智师弟 华人德智师弟 他告诉我 我是三十多年的马华党员 但是我这一届也最后会投国阵 马来德智师弟 孤同的党员也这样告诉我 这一次不会投国阵 我在经营大学教室 我们一个青春团 一个马来人职员 就负责我们 处理我们青春的白金的票 提出我们就跟他打招呼 要换这个白金的票 两个礼拜前 我到学校 我换了票以后 一转身要走 他就教授我 我就问他什么事 他就很热情的跟我谈说 你咪咪咪啦 很奇怪 你怎么带给我讲 哦 原来我们背包 电脑的背包 就带了一个明年的规章 很担长的标注的 然后他就看到我说 哎 也不清明年 不明年感到完蛋 这样就很热情的抓到我看 但后来我下班 他以为继续再给他换信件 他就在抓住我看 买马来人联系 然后他跟我说 他的一个长兄弟 是警察 但到现在如果有警察 结果他不能公开讲 他私下都会讲 他要求明年的话 这个真的是买讲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他今天不只是个民族 今天也是每一个不同领域的人 都要换圣 如果大家 我不晓得圣语多少人是自我 但是我做一个工作人 我做一个工作人 老家吧 那我以前都在报纸上写个章 然后现在也在一起 然后保护保护在一起 然后刚进到 然后以前我在写文章 然后99年我也去参加 人工啊 然后那时候 我们是有点灰心 有点多啊 所以你点文章 哇哇哇 你感觉 提高和高 大家在里面 政治好像很极端 你没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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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的病 今天我都觉得我已经落马了 我觉得很多人跑到比我更前面 为什么 在2017年的 敬显龙大区 美国最大区里有过 你看到出家人站出来 你看到牧师站出来 看到神父站出来 你看到义人站出来 那这一届的大点 如果你懂得上网的话 你用飞车的话 如果你没有上网 叫你的孩子看别看 那些近前的歌曲 那些住前的歌曲 有很多本地的艺人作用 本地的音乐人 在这在台湾发展的旅程 像那在回来马来西亚发展的 船群的 那些本地的艺人的感染 散出来说到改朝换代 过去艺人是独立政治 甚至在新加坡 新传媒发展 也叫曾经营人的认识 有缘故鬼 几良故强的主 有缘故鬼的那个 他现在也很活跃的支持 来那个机会 很活跃的参与国队的机会 各位 先不止各民族 要改正 要改朝换代 每一个不同领域 不同工作 并不可能都要改朝换代 要改朝换代 并不是因为我们 要让政府很爽 不是 而是因为我们觉得 正经乱 要不能再满再不换 国家没有钱 为了国家的钱 也为了我们的孩子 我有两个孩子 一个子 一个子 今天 我从我单身的时候 反正 一直到我两个孩子 才一起反复 因为我觉得 我们的政府 也我们管理了56年 没有管理的阶 反而管理的越来越糟糕了 但是 各位 马来西亚 现在我们说高龙 创造 国际 创造 各位 你觉得 这个地方 我们的生活 只做得更好 其实没有 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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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比 十年前 二十年前 多一点 但是 我们被 必要花的钱 钱多的很多 我提一下地址 因为马来西亚 搞西云化 政府医院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要每年花钱 自己抛腰包 去买资人保险 住院医药卡 然后 本病要住院 你怎么去政府医院 因为政府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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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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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